哇 有看到墙壁的图案就代表说 这一层是非常欢乐 非常受小朋友欢迎的楼层 这个现在是在台中凤凰酒店的九楼 那九楼这一层呢 有卡勒房间 这边过去有卡勒的房间以外 然后呢 还有设施都在九楼这边 可以看到前面的话呢 这是有健身房 还有呢 就是小朋友会疯狂的乐园就在九楼 那这边呢 九楼呢 他们非常的贴心哦 除了说有健身房以外 那现在原本是有设置孕育教室 但是之后会改掉 听说改的更嗨的 就适合就是 嗯 应该是说大朋友 之后改成大朋友的 比如说switch sbus ps4这些在这边 例如啦 会改成大同的地方 好玩游戏室这样子 这边会改 目前是运营教室之后会再改造 然后可以看到 这边是健身房的部分 好也非常专业 好器材 这边是适合大人的健身房 现在呢 我们是在凤凰 台中凤凤酒店的九楼哦 九楼这边呢 有健身的器材哦 可以让大家使用的 那他必须在16岁以上 他这边写16岁以上 才可以进来使用哦 所以呢 太小的不行哦 我不可以进来 比较危险哦 那这边呢 也是 呃就是 有设置这个装水的 饮水机 全馆有两个地方有装水的 一个是在一楼 一个是在九楼 这边有装水的 好那这边九楼 这边有看到这边 迎接小朋友的一台火车 这个火车是柜台 柜台这边都有服务人员 在迎接小朋友 那这边呢 记得进去玩到脱鞋子 要脱鞋子 火车头是柜台 那这边还有很厉害的 一个地方 非常贴心 也是我第一次看到 我走遍这么多饭店 我第一次看到说 这么贴心的一个饭店 玉婴室很多饭店都有 对不对 这是玉婴室 是OK的 正常的 因为亲子饭店嘛 玉婴室他们都会有 准备着玉婴室 但是呢 我说的特别在哪里呢 好我们看一下这边 他虽然很棒 可是最好都不要使用到 因为呢 这个是在预防 说万一小朋友啦 这个进来一个保健室 非常贴心 他这里有个保健室 好那如果开放时间 等下下午1点 一直到晚上的9点钟 这边就会有护士姐姐哦 护士姐姐真的会在这边哦 但是最好都不要用到 都不要用到保健室是最好的 这是小朋友的一个保健室 所以他们这边超级贴心的啦 好那可以看到这边呢 整个 你会觉得就是一个非常欢乐的楼层 房间的部分呢 这一层的叫做卡勒 卡勒房型 那记得来这边玩的话呢 要记得要穿袜子进去 如果真的没有的话 柜台这边可以卖袜子有50块一双 那可以看到墙壁上有没有 角色扮演的衣服哦 这个也可以借 好这是可以借的哦 可以角色扮演哦 可以拍照啊 妈妈们呢 可以借给小朋友拍照 还可以换不同的角色这样子 那再过来这边呢 再过来这边呢 可以看到呢 这边呢 过去呢 就是 呃 卡勒 卡勒房型 那这个房型呢 它的走道也非常特别哦 带大家看一下 好等一下我们进去里面 看到这边902到914 特别在哪里呢 请看地上 特别要看地上 这一层特别在地上 之后不知道会不会有进阶版啦 但目前先看地上 它过去 好 好地上 点点点之后呢 哦 前面就是 汽车的走道 我们看一下 好这就是它特别的地方 但之后会不会每一台 每一个车子都可以在外面跑 那就不知道了 现在是没有的 但是是有这个轨道的哦 先让大家看一下 之后会不会有进阶版就不晓得了 好先让大家看一下这个样子哦 这是9楼的卡勒房型 卡勒房型呢 在8楼 9楼 10楼 这三个楼层呢 都有卡勒房型 好 都有卡勒房型 好 你们看里面里面 我们准备介绍疯狂的设施 在里面的疯狂设施哦 OK 那卡勒房型的话 会比一般环形再贵一点点 再贵一点点 会贵哦 比较贵哦 它是在8楼 9楼 10楼 都有分布 记得进来的话 这边是要放鞋子的地方了 要记得拖鞋了 那我们要准备进去 带大家去看一下 星际乐园 记得 那 好 我们待会切下一段 跟大家介绍星际乐园哦